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2022年我们要低头买手 也要抬头看路 管理很多的时候是一件细致的事情 好像管理儿女要管吃喝 要管学习 还要管整理 是一件很细致的事情 这些叫全面的管理 管理自己一方面要低头买手 一方面还要抬头看路 两方面都做到 才是管好自己 有些人说 我都没时间低头买手 我哪有时间抬头看路呢 抬头看路就好像磨刀 低头买手就好像砍柴 磨刀不误砍柴工 2022年要有时间抬头看路 如果没有时间抬头看路呢 我们低头买手 不会高效 不会抬头看路呢 我们可能在过程中会错过很多的季节 很多的风景 不会抬头看路呢 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没有了思考的时间 抬头看路就是我们要有思考的时间 要有时间学习更有效的方法 也要有时间不要错过季节中的风景 祝福大家2022年低头买手 认准一座高山去挑战 去攀爬 另外也要有时间抬头看路 好让我们的人生活得更好 更充实 祝福你